高雄烈油厂旁边有一片环境优美绿树成映的中油宿舍区 当初日本人已经先预见这可能是一个可以住个100年的一个城市 生病有医院 死了有殡仪馆 半边是还有墓园 什么都把你照顾到 走过经济成长到反石化声浪 油厂旁的宿舍现在面临存废与否 我们通通出去来就会变成鬼城 2月29号星期一晚间10点 公示我们的岛播出火炬下的岁月 我们的岛播出火炬下的岁月